我很期待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回答你的问题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監督的友谊 在他们的外在的行为举止上尽量的区别他们 但是你会发现表哥虽然是一个鲁莽蛮横的这么一个小孩 但是他有非常柔弱脆弱的这一面 并且他并不是非常他不担心展示这一面给他的弟弟看 而弟弟虽然表面上非常的温吞非常的懦弱 但是这个故事里最荒唐的事都是他想出来的 所以他心中也有阴暗的和凶狠的那一面 这个故事讨论的不是个人在行为和道德上的纯洁性 而是他们在行为和道德上模糊不清的地方 而这两个小孩子遇到的困难 正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所要面临的抉择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哥哥拿着砖头来了 但是最后被弟弟扑倒在地 弟弟在这本来是接受哥哥的帮助的 最后竟然去阻止哥哥做帮忙自己的事情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还是小孩子而已 他们才刚开始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他们的未来会怎样 我希望给大家充分的想象的空间 这个空间对电影导演来说是至极重要的 所以我不想在结尾最后下一个电影中 而是告诉大家他们两个各自都会成为非常复杂的个体 他们的未来也是未知的 小伙子然后很开心能够来到电影节 然后能够在这个电影院第一次看到自己餐饮的电影 对这是我第一部的电影作品 然后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当然在实验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人口吧 谢谢 其实我那场戏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导演在沟通 就是说当你给了你希望 然后让你去一个地方能够看到希望 然后你看到的希望就是 瞬间被破灭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觉得就是 就好像那个夕阳下的一点红 红一旦被这个天空 就是变黑暗了 就是这种感觉 有一些时候觉得其实 人在成长中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这些困难和挫折 然后但是你不得不去面对它 因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也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一直在这些 有点 正常游戏的时间 我看起來很像 我在女生有個偷袂 我看起來很像 在外面也這件事